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是我的狗咧 這是什麼苦力工作 然後那個所有人進來看 這個時候我都在爆蛋 沒什麼好看的 票哥放眼 來啊 嗚~~ 不是你都可以這樣翻著沒道理不能吃 在狗燈上爆著蛋吧 而且狗都可以載難獵人了 那女獵人帶一顆蛋 基本上沒什麼差別啊 因為男獵人都帶著兩顆蛋 他們都可以載 我在講什麼 還有金蛋喔 譬如說你運氣好過頭 反而是運氣不好 真的是 沒有什麼來什麼 我沒有到那個 臉也沒過頭了 下蛋不會冰到 這還在幹什麼 中下蛋不會 那如果 火牙跟水翼他們生小孩是會生蛋還是 直接生呢 龍人族到底是軟生還是胎生還是軟胎生呢 然後 你到底會不會想到另外一個問題啊 你知道那個其實 軟生 很多軟生的動物 他們生蛋 其實就是有點像是月經嗎 他們每個月排卵 然後沒有 不管有沒有受精 那個卵都會變成蛋 然後排出來 就像那個雞一樣 那水 我要跟水翼 他們 他們每個月 每個月都會產蛋嗎 他這個話題感覺 資訊量太大 我也覺得好像 資訊量有點太多了 是